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意正轻松时 耳边毫无预兆地响起一道熟悉嗓音 睡意散去 我暗叹就连听着那道声音 身体都会有着片刻的僵持 隔了几秒 我抬头去看 她已换上了长服 万年不变的唇色衬衣 外搭一件深色风衣 她站在我面前 口罩遮了半张脸 我又正了几秒 才后知后觉 她刚刚地问话 谁的 我笑笑 尽量让自己显得淡定些 我的 说话间 我抬头看她 和我长得不像吗 她在我身旁坐下 白主 我们分手三年 你有个三岁的女儿 你运气不到一个月就生了 我被她问得一去 也没想着再瞒 低头看了一眼 女儿睡得正香 额上浸了一层汗 温度也已降了下来 轻轻替她捋着湿发 我低声道 洛洛的女儿 洛洛 嗯 她醋眉 可刚刚在诊室 她叫你妈妈 我动作一僵 有些事 明明已经过去了三年 在出口 人会让人哽咽 洛洛死了 我吸了吸鼻子 现在 我就是她妈妈 她沉默良久 许是此刻夜深 许是老情人 再见的浅犬 心扉一打开 画匣子便止不住了 我给她讲了 女儿的身世 洛洛 住在我家隔壁 从小与我一同长大 她无父母 和奶奶相依为命 可是 十几岁时 她奶奶车祸去世 我妈见她可怜 便索性 让她住在了我家 与我同吃同住 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 可是几年前 她遇见了一个 年长她八岁的男人 对方有钱 有阅历 不是她这种 情窦初开的小女生 能搞定的 那人不过是逢场作戏 她却一头栽了进去 怀孕后 对方便将婚事一拖再拖 等到她快临产时 更是直接消失不见 洛洛独自生下孩子 却又在孩子满月后 因产后抑郁 而跳楼自杀 她把孩子托付给了我 以及那栋 她奶奶留下的房子 我不能不管她 所以 尚未婚嫁的我 便就此当了妈妈 其实讲来不过 三言两语 可一提起落落 我就又忍不住 有些哽咽 她沉默两久 最后 在我肩上 轻轻拍了拍 她还是和当年一样 嘴笨 不会安慰人 怀里的女儿 安安动了动身子 随即睁开眼 妈妈 她轻声叫我 又忽然将目光移向紫叶 看了几秒 安安忽然笑了 你是爸爸吗 我和紫叶对视一眼 她抬手 轻轻揉了揉安安的头发 不是 我是叔叔 哦 她垂下目光 白镜的小脸上 满是失落 紫叶许事也不忍心 便从口袋里 翻出两颗糖来哄她 安安被逗笑了 而我 则正正地盯着她手里的糖果 熟悉的白兔奶糖 我有滴血糖 过去恋爱时 她每次都会在口袋里 装两颗白兔奶糖 以备不时之需 原来 有些习惯 她也还没有改 退了烧 安安精神好了许多 拿着我的手机听故事 我和紫叶则坐在旁边的椅上 相顾无言 隔了很久 她轻声问我 你现在 有男朋友吗 这个问题 让我心跳加速了几分 我摇摇头 正想回答 目光却疏地顿 在了不远处是她 叮嘱了紫叶帮我看着女儿 我起身朝着大厅跑去 穿了高定西装的中年男人 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位孕妇 男人没戴口罩 跑到近前 我仔细打亮了两眼 就是她 蒋三尾 两秒过后 清脆的巴掌声响彻大厅 巴掌是我打的 是我替洛洛那个傻女人打的 面前这个西装革履的混蛋 就是当初抛弃洛洛母女的人渣 对方先是怒骂了几声 随即又猝着没打亮我几眼 你是洛洛的朋友 她低声询问 语气有些捏不准 我懒得会硬 她身旁的孕妇脾气火爆 挺着孕妇便要来找我咬个说法 却又被她拦下 我瞪她一眼 转身便走 回到安安身边 手都还是发颤的 其实刚刚跑过去 给了她一巴掌 也不过是一时冲动 洛洛已经死了 我又能把她怎么办 子叶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倒是不知从哪弄来一瓶矿泉水 拧开瓶盖 递到了我手里 谢谢 我喝了一口水 勉强冷静了下来 瓶盖刚刚拧伤 面前便多了一人 抬头 是山尾 她身边已经没有了那个孕妇 她站在我面前 簇着眉 仔细打量着我身旁的安安 我心一沉 安安和她长得很像 她盯着安安看了半晌 轻声问道 她是洛洛的女儿 我握着矿泉水的手 渐渐收紧 滚 我已经后悔 刚刚一时冲动了 三年了 三年里 她都没有承担过 做父亲的责任 她抛弃洛 母女三年 如今 又为何要让她发现安安 可山尾 似乎并不需要我的回应 她半蹲下身 仔细打量着安安 察觉到后 安安也抬头看她 安安有一双 很好看的眼 她偏着头打量她 你是 我正犹豫 该怎么说时 她却抢了先 她揉揉她的头发 与其温和 我是爸爸 爸爸 小家伙 眼底亮了起来 你真的是爸爸 说着 她用没有打针的那只手 攥住了山尾的手腕 拽着她将手搭在了 我手背上 手背上一片温热 令人作呕 女儿乃声乃气的 语气异常兴奋 爸爸 你终于出现了 妈妈很想你 她经常做梦 都在叫 你的名字子叶 对不对 我的小祖宗 我伸手想去捂她的嘴 可是 已经晚了 余光里 一旁的子叶 似乎挑了挑眉 不知是不是错觉 山尾搭在 我手背上的手 似乎还骂撒了一下 我瞬间回过神 恶心地甩开了她的手 滚 山尾看了我一眼 她没发怒 也没多停留 只是扔给了我 一张写有她 联系方式的名片 便起身走了 我捏住名片 心里五味杂陈 两瓶点滴结束 子叶送我们回家 回到家时 已是凌晨时分 红睡了女儿 我独自坐在客厅 捏着洛洛在世时的照片 掉眼泪 真是为她不值 那男人浪荡又油腻 究竟哪里值得她 致死惦念着 看山尾的意思 似乎打算认回安安 可我应该同意吗 我不知道 她当初抛弃洛洛母女 更害得她自杀 作为她的朋友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她 可是 她也却是安安的亲生父亲 三年来 我很努力地 给安安一个家 可是 还是没办法代替 那份缺失的父爱 盯着照片出神时 我忽然想起了 洛洛当年 留下的那封遗言 上面提起过山尾 她说 如果有一天 她想要认回安安 就让她认 她说 不论怎么说 她也是安安的亲生父亲 她还说 如果她一直不肯认她 安安就只能拜托你了 小竹 亏欠你的 下辈子我做牛 做马长还你 骗子 说好了 做一辈子的姐妹 她连这辈子都没做到 却把饼 给我花到了下一声 将那封遗言 再次读了一遍 我将其妥善收藏 好 那就依你 第二天早上 我拨通了明天上的电话 山尾接得很快 电话里 我告诉了她 落落于三年前 跳楼自杀的事情 当然 也告诉了她 安安就是她的女儿 电话里 她有些哽咽 她低叹道 是我对不住她们母女 我没说话 因为一张嘴 就忍不住 想要把她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一遍 她又小心翼翼地问我 她能不能在安安病号后 接她回家 陪她玩一天 她说 她想要从现在起 尽可能地补偿安安 我犹豫了一下 想起落落的那封遗言 还是同意了 一周后 安安病已彻底恢复 山尾也准时拨通了我的电话 我告诉了她地址 她驱车来接女儿 安安上车前 我不放心地一直叮嘱 并告诉她 妈妈明天去接你 安安一应下 看得出 第一次被爸爸带回家 她很兴奋 然而 当天晚上 十点刚过 我便接到了山尾的电话 电话里 她语气焦急 说安安 在二楼玩的时候 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我一颗心瞬间揪紧 问了地址 便打车赶过去 二十余分钟的路程 漫长地急于窒息 终于 出租车停在了别墅区 我扔下一张百元钞 匆忙下车 按着地址找过去 别墅的大门没有关 我跑去院里敲门 房门很快打开 安安呢 我推开山尾跑了进去 身后 是她刻意压低的愧疚声音 在楼上躺着 医生刚刚已经看过了 没什么大碍 就是需要休息一阵子 说着 她告诉我 安安在二楼右手边 第一个房间 我匆匆跑去 推开门 里面却并没有女儿的身影 房间里 开了展夜灯 昏暗无比 手腕忽然被人攥住 山尾力道很大 猛地将我推进了房间 下一刻 她重重关上房门 反锁声格外刺耳 她将我重重抵在房门上 在我没反应过来时 双手一落在我腰上 重重地做了个掐合的动作 说话时 酒气浓郁 白主本以为你是个机灵的 没想到竟然这么好骗 这个人渣 我这才反应过来 什么安安受伤了 不过是个幌子 真是关心则乱 我拼命挣扎着 然而双方力量 差距实在悬殊 她单手禁锢着我的双手 另一只手已经开始 扯我衣服 双手被固 心意挤 我猛地用头朝着她脸上 重重砸去 头顶一声闷哼 刹那间的头晕目眩后 我闻到了空气中 极淡的血腥味 因为身高差距 我刚好砸到她嘴上 估计是她牙齿 被砸渗了血 趁她吃痛松手 我连忙将其推开 右手边有一个 观赏性的花瓶 在她再度扑过来时 我抄起花瓶 朝着她头部重重砸去 一声脆响 花瓶颈刻碎开 一同响起的是她的低吼声 我不敢再耽搁 拉开门 转身便跑 不知怎么 耳边竟隐隐传来了紫叶的声音 低头看了一眼 竟是我始终攥在手里的手机 刚才争执中 不知怎么拨到了紧急联系人 分手三年 我的紧急联系人 始终都是紫叶 我跑到楼梯前 并飞快说道 东湖别墅区 18栋 快来 话刚说完 身后便响起一阵脚步声 紧接着 手机被抢走 狠狠扎在地上 荧幕瞬间碎开 劲儿黑了平 山北到声音 响起在头顶 想跑 下一秒 我只觉着头发 被人狠狠拽住 另一只手 则紧紧扣住我肩头 将我硬生生 拖上了楼梯 她将我拖到了床上 认我如何哭喊挣扎 还是挣不开她的束缚 她头上流了血 嘴里被我撞破 森白牙齿间 染了几分红 再加上那双阴翼的眼 在昏暗房间中 更显可怖 跑 她冷眼看我 一巴掌重重甩下 她压在我身上 浓郁酒气令人作呕 老子当年就看中你了 不过后来 那个落什么怀孕了 难缠得要命 我根本没心思去找你 她紧紧压着我的手 冷笑道 三年了 她腾出一只手 缓缓抹扎着我的脸 我始终惦记着你这张脸 我听得一阵反胃 呸 我朝她脸上狠狠催道 恶心 这个举动似乎刺激到了她 她用手开去脸上的口水 神色也瞬间冷下 突然身前一凉 衣服被她扯开 我惊呼一声 想要伸手去捂着衣服 双手却被她紧紧按住 我拼了命地挣扎 却无济于事 而且我忽然看见 门口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安安 她光着脚站在门口 呆呆地看着我们 直到对上我的目光 她才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并朝着床边跑来 妈妈 你放开妈妈 不要欺负妈妈 她跑到床边 肉呼呼的小手 拼命扯着她衣脚 滚 她力喝一声 竟抬脚踹向安安 三岁的小女孩 哪里经得住 成年男人用了力道的一脚 她几乎被踹飞出几米远 倒在地上 撞到了脑后 哭毫不止 我心疼得厉害 三年 安安虽与我没有血缘关系 可我养了她三年 她从学化起 变奶声奶气地叫我妈妈 我捧在掌心里的小公主 被她的亲生腹 一脚踢出几米远 我死死咬住她肩膀 头顶是她吃痛的低哼声 手一松 我连忙将她推开 亮呛地跑去了安安身边 安安 我抱起她 才发现自己双手颤得厉害 小家伙被吓到 握在我怀里放声大哭 我知道自己抱着孩子逃不出去 便深吸一口气 转头看她 山伟 安安是你女儿 她怎么忍心下手 她揉了下刚被我咬的尖头 笑容冷漠 谁知道是和谁生的 她只谈过你一个男朋友 我抱着安安 冷眼看向她 你不信可以去做DNA 你不认她没关系 我痒 但你不能侮辱洛洛 和她说这些 一半是因为愤慨 替洛洛名不值 还有半数原因是 我在拖延时间 等子叶过来 抱着安安 我绝对逃不出去 山伟笑了 她站在床边 似乎也知道我抱着孩子逃不出去 甚至还点了一根烟 她笑道 就算是亲生的又如何 那天你在医院也看见了 我老婆怀孕了 男孩 我根本不缺子嗣 一个野女人生的女儿 也想进我蒋家的门 我气得身子微微颤抖着 洛洛 你个蠢女人 这就是你为之生儿育女 甚至付出生命的男人 我深吸一口气 还想再说些什么 来拖延时间时 她却忽然灭了烟 走上前来 一把推开我怀里的安安 再度拖起我向床边走去 她喝了酒力道大的惊人 房门口是安安惊恐的哭喊声 刚刚便已被半扯开的衣服 这次彻底扯开 我站立着绝望的挣扎 忽然似乎有人出现在门口 我偏着头 视线穿过山尾叶下 刚好看见了来人 是紫叶 她飞快跑过来 一把将她扯开 我拼了命也无法挣脱的山尾 却被紫叶按在地上打 没有半点还手之力 而我正正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警都忘了反应 如果不是警察感到 她估计会被紫叶当场打到半死 紫叶来之前报了警 我们一同被警察带走 做了笔录 她送我和安安回家 小家伙哭累了 窝在我怀里睡到很沉 她在我家留了下来 她睡在客厅 夜里 我起床上厕所 很轻微地脚步绳 她还是瞬间坐起身来 我知道 她在担心我 我也想尽量表现得平静些 不让她担心 可一想起今晚的遭遇 想起山尾那张音音的眼 我便止不住站立 一想便觉着反胃 这一夜 我已经抱着马桶干 呕过几次了 每一次 她都会站在身后 轻轻地替我拍着后背 我满心幻想着 山尾应该得到 她应有的惩罚 可是 一周后 当我去幼儿园 接安安放学时 却在幼儿园门口 看见了她 路边停了亮麦巴赫 她倚着车门 指尖夹了根烟 笑着看我 她穿了身西装 一看便知价值不菲 她就那么好端端地站在那 看着我笑 头顶明明艳阳高照 可对上 那双满是阴影的眼 我还是无端打了个冷战 她什么事都没有 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 她意图不轨未遂 论伤事 反倒是她更严重些 再加之 她的身份背景 所以 在我经历过那 噩梦般的一晚后 她依旧安然无恙 此刻 她还朝我走过来 在等待 接孩子的家长中 她加着烟 朝我笑 低声道 白煮 时间还长 咱们慢慢玩 说完 她看了眼幼儿园大门 一味伸长道 安安快放学了吧 我不知道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可她说完这话 看着我笑了笑 便转身上了车 我甚至都不知道 她来找我这趟 究竟是什么意思 正出神 肩上忽然被人轻轻 拍了一下 我突然回神 几乎是下意识地躲开 一回身 才发现是紫叶 她平时工作很忙 可因为担心我 所以 最近安安放学 她都会赶过来 将我们安全送回家 我想 这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最佳前男友了 怎么了 她低声问我 显然 她没看见刚刚的山尾 没事 我摇摇头 刚好这回幼儿园 已经放学了 然而 在接安安时 我惊讶发现 他们班里 新换的老师 竟还是个熟人 夏安 紫叶的青梅竹马 她喜欢紫叶 人尽皆知 当年我和紫叶恋爱时 她可没少在背地里 搞些小动作 紫叶 她猝着眉 你怎么在这 话虽是问向紫叶的 可拿双眼 却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在心里暗叹一声 最近也不知怎么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安安的新老师 居然是她 赶在紫叶开口前 我低声道 我来接女儿 刚好遇见紫叶 便聊了两句 夏安盯着我看 你女儿叫什么 白安 她点点头 笑眯眯地叫来了安安 并将她送到了我面前 白主 她看着我 又看了看安安 话里明显有话 你和紫叶才分开三年 女儿都三岁大了 我不想和她多说 嗯一声 算是做吧 正准备带着安安离开时 身后再度响起她的声音 不轻不重 刚好足够 我身边的紫叶听见 刚刚那个 开麦巴赫的老男人 就是孩子的父亲吧 白主 三年前 你和紫叶孩 在一起的时候 就出轨了是吗 我牵着安安的手 回身看她 此刻学生 已经都被家长接走 我们站在门口的位置 夏安神色轻蔑地 捅我对视一眼 怎么 被我说中了 说着她抬手去拽紫叶的袖口 紫叶 你别再像当年一样 被人当了备胎还耍的团团转 话音落下 她抬起的手却落了个空 紫叶走到我身边 皱眉 她来过了 我点点头 她猝眉 顺势拉起安安的另一只手 我送你们回去 我送你们回去 安安牵着我们的手 蹦蹦跳跳地朝路边走去 而我走到车前 才反应过来 刚刚 我们竟都自动忽略了夏安 没人记得回应她 细想想 这姑母也是最好的反击了 让她重拳出击 然后一拳打进了棉花堆里 别去死她 她将我们一路送到楼下 安安却扯着她的手不肯松 叔叔 你陪我们上楼吃个晚饭吧 文言 紫叶看了我一眼 我连忙点头 是啊 一起吃个晚饭吧 好 她陪我们一同上楼 因为独自带着女儿生活 我平时有囤菜的习惯 冰箱里 总是被塞得满满蹬蹬 紫叶陪她在客厅玩 我便去厨房做饭 我厨艺很烂 好在速度倒还算快 半小时后 三菜一汤 便被端上了桌 红烧排骨 青炒窝笋 青蒸腊肠 还有一份丝瓜汤 都是紫叶爱吃的菜 当年我不会做 如今都会了 我知道自己做菜比较难吃 她却很给面子 吃饱喝足 安安趴在桌边快睡着了 我将她抱去卧室哄了一回 她便趴在床上沉沉睡去 替她盖好被子 我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却发现刚吃过的碗盘 都已被清洗干净 而桌上多了几瓶酒 以及两样下酒的小菜 她坐在桌边 抬头看我 喝点 好 我从没想过 分手三年后 我和她还能坐下来 平静地喝喝酒 聊聊过去 以子叶的性子 我曾以为 我们此生 不会再有交集的 她替我倒了酒 自己却仰头一饮而尽 而我看着餐桌 对面的那张脸 那些曾被尘封着的回忆 便不由自主地涌上心肩 情绪上头 酒便喝了快了些 我们甚至还一句话未说 酒瓶便已空了一半 酒精是情绪最好的催化剂 那些曾无法宣支于口的情绪 也总能在她的加持下 如实倾诉 两酒的沉默过后 她抬头看我 当初你提分手时 我生病了 她抿了一口酒 语气轻描淡写 你当时说你胃疼 不是胃疼 她放下酒杯 静静望着我 是肿瘤 当时还不知是恶性良性 根据我自己的判断 更像是恶性的 我正正听着 一时回不过神来 那你 良性的 她笑笑 但是拿到检查结果时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垂下目光 说不出话来 当年和子叶分手时 正逢落落去世 我忙着处理她的身后事 又要照顾一个 尚在墙堡中的小婴儿 忙得不可开交 我记得当时 她给我发过消息 说她身体不舒服 可微信是早上发的 我到深夜 才想起看一眼手机 我打电话过去 她几乎秒接 她轻声询问 我在忙些什么 可我看了一眼 身旁熟睡的婴儿 没有说实话 我不知道要不要 如实告诉她 相恋已久 我太过了解她 如果告诉她 她会接纳这个孩子 然后当作她的责任 可她肩上担子 已经太重 我不忍心丢下这个孩子 更不忍心拖累她 彼时 她刚刚毕业工作 而前几年 她父亲绝症去世 家中欠了数十万外债 为了还账 她白天在医院工作 晚上下班 又悄悄出去 兼职挣钱 她省得每天 只吃馒头加咸菜 一分钱 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而我也毕业不久 没有家人照服 带着一个 刚满月不久的婴儿 如何养活自己 都还不知道 犹豫过后 我还是选择隐瞒 并在电话里 向她提了分手 我知道 她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只要我提出那两字 她不会挽留 她是那种自尊心极强的人 打碎牙也只会往都里咽 可是 时至今日 我仍记得 当初我提了分手后 电话里 她沉默良久 只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问 是不是我 让你过得太苦了 为了还债 她没什么钱 给我买昂贵礼物 可每一个节日 她的礼物 从未落下过 多半都是亲手做的小蓝叶 不值钱 但西亿无价 子也不会知道 她一句话 电话 另一端的 我便瞬间红了眼 我压下情绪 轻声说了句实 她便真的没有再为难我 她轻声说了句抱歉 便选择了放我自由 之后三年 我们再没有了彼此的消息 思绪散去 我回神 却发现 她一直在看着我 正如我了解她那般 她也同样的了解我 所以 当年你提分手 是因为安安吗 是 她轻声笑了 不想拖累我 是 她没再说话 却起身朝我走来 明明是曾无比熟人的两个人 可在她朝我走来时 心跳仍骤然加速 我偏开目光 不知她过来做什么 也不知自己该有什么反应 她拉开我身旁的椅子 坐下 其实 这次见面时 我就想过 只要你还是单身 我就一定会找你复合 哪怕 你当初的分手 真的只是因为我穷 我正正看着她 我们距离很近 近到 我能从她眼底 看见自己的倒影 为什么 她拿起我的杯子 抿了一口 再开口 声音却无端地阴牙了几分 这几年 我很努力地工作 已经还清了债务 我可以没有顾忌地 和你在一起了 也不会再让你 陪我过苦日子 她试探着 缓缓握住我的手 掌心温热 熟悉的温度 熟悉的眉眼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愈发清晰 可是 想起房间里熟睡的暗暗 我又有些犹豫 可是 她却打断了我的话 你从来都不是负担 她更不是 好 最难挨的日子 我们已经各自熬过 没理由现在 还不肯放过自己 我和她和好后 她便想要带我回家 几次拒绝后 我还是妥协了 周末 我买好礼品水果 带着安安坐上了她的车 我们说好了 今天去她家里吃饭 可我没想到的是 进门后 我却在客厅里 看见了下安 她和子叶妈妈 坐在沙发上 聊得正欢 她握住我的手 带着我和安安 进了客厅 问候过后 我拽着安安的 手紧了紧 快叫奶奶 别 紫叶妈妈 抢先开了口 紫叶之前 连个女朋友都没谈 忽然捡个 这么大的孙女 我一时还接受不了 这话 立场已经很明显了 一旁的紫叶皱眉道 妈 你不是说很喜欢小竹 让我带她回来见你吗 叶妈妈笑了笑 是啊 我就是挺喜欢小竹的 可认谁都能看出 这话究竟有多假 气氛正僵持 一旁的安安忽然开了口 妈妈 这个阿姨这么年轻 为什么要叫奶奶呀 众人一愣 紫叶妈妈瞬间笑开了花 哎呦 这小姑娘醉可真甜 快去洗手吃饭吧 紫叶带着我去了卫生间 洗手时 安安悄悄问我 妈妈 奶奶是不是不喜欢安安 没有 紫叶替我抢了先 奶奶很喜欢安安 上桌吃饭时 气氛依旧很微妙 尤其是在紫叶妈妈 刻意表现出对夏安的示好之后 夏安也绝不是见好就收的主 在叶妈妈再一次给她夹菜红 夏安笑笑 忽然将话题转移到了我身上 白竹 我听人说 其实安安是你的私生女 是不是那天开卖巴赫去找你的男人啊 阿姨 你不知道白竹长得漂亮 可受欢迎了 宁可要让紫叶哥守好了这个女朋友 她的尖酸刻薄与阴阳怪气 都摆到了台面上 她笑着看我 与我对世事还挑了挑眉 我放下筷子 淡淡说道 不过是路上遇见个朋友 叙旧两句 你次次不离麦巴赫 看来 以后还要找个大款 才能满足你了 说着 我看向紫叶 你有什么认识的幼儿园吗 我打算给安安转学 这种当着孩子面张嘴闭嘴私生女的老师 估摸着也交不出什么好来 她给我倒了杯果汁 十分自然的计划 嗯嗯 我刚好认识一家幼儿园园长 明天就去联系 白竹 被我反对了回去 她脸色一曲 当即便拍了下桌子 你自己找有钱老男人 孩子都生了 还好意思和紫叶哥回家 气氛剑拔弩张时 安安哭了起来 肉乎乎的小手抹着眼泪 老师 你们别吵了 妈妈不是安安的亲妈妈 我妈妈生下我就跳楼自杀了 我愣住 她才三岁多 虽说环境造就她 比同龄孩子都要早熟许多 可是 她怎么会知道这些 安安的话仍在继续 她抽抽叶叶 话也说得不连贯 妈妈把我养大 她是最好的妈妈了 她是真心喜欢陈叔叔的 做梦都叫着叔叔的名字 她还会哭 她才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我正正地看着她 鼻尖一酸 眼泪速速落下 我忽然想起 大约一个月前 有天夜里哄睡她后 我喝了些酒 喝醉后 便在客厅抱着 落落的照片哭诉 当时一回头 我才发现 她不知什么时候醒了 正光着脚 站在卧室门口看我 当时见她没什么反应 我一直以为她没听见什么 现在想想 她当时应该都听见了 这孩子 总是懂事地让人心疼 看她还要替我解释 我心里一酸 起身 将她抱了起来 替她开了眼泪 安安乖 我就是你妈妈 说完 我抱着她 朝子叶妈妈 微微汗手 不好意思 阿姨 我带安安先走了 看了子叶一眼 我抱着安安出了家门 她很快追了上来 她什么都没说 只是在安安头上揉了揉 叹了一声 那次之后 我没有再去过子叶家 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平静 山尾 静也没再出现过 我也松了一口气 然而最近安安却好像有些不对劲 她总是念念的 同她说什么 都一副提不起兴趣的样子 我有些担心 可问了几次 她却都说自己没事 直到某天晚上 我在给她洗澡时 在她大腿内侧 一个不易发现的位置 发现了一块瘀青 我心里一惊 连忙问她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位置 即便是小孩子顽劣 也很难磕到 安安始终摇着头说不知道 可终究是小孩子 那模样一看就不对劲 我深吸一口气 是不是夏老师做的 听我问起夏安 安安再忍不住 忽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小小的身子窝进我怀里 许是因为害怕 身子不停颤抖着 我尽量压下心底的怒意 轻声安慰着她 安安相信妈妈 好不好 妈妈会解决的 当晚我将安安拖给邻居照顾了一阵子 自己出了门 再回来时 她已经睡早了 到歇过后 我将她抱回家 并将一个卡通图案的项链 挂在了她脖上 第二天早上 我照常送她去幼儿园 又按时去接 回家后 我将项链摘下 项链的玩偶掉坠里 由我找人安装的针孔摄像头 过来 我问你 刚刚为什么欺负小朋友 夏安的半张脸出现在视频中 我没有 啪 一声清脆的巴掌响 视频忽然天旋地转 应该是女儿被她一巴掌扇倒在地 夏安的声音和着哭声再度传来 欺负小朋友 你还敢哭 说 错没错 女儿一个劲地哭着 没有说话 她便伸手打她 不过 除了那一巴掌 她都打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 大腿跟处掐一把 屁股上踹一脚 甚至 她还在低声朝着安安 骂她妈妈时 悄悄用针扎了她 视频看了一半 我便看不下去了 夏安肯定挑的都是园里的监控死角 不然也不会如此明目张胆 而且 我听园里其他老师说 园长似乎是她亲姑姑 怪不得如此肆无忌惮 可她大概没想到我会暗中录下视频 此刻天色已晚 而我拿起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 当晚 我和安安被带去警局做了笔录 安安身上的伤痕也被警方拍照取证 紫叶收到消息赶来 一直陪到深夜 将我们开车送回了家 抱歉 路上她低声致歉 我没想过她会这么 她叹了口气 眼底满是自责 都是因为我才和你无关 安安在车上已经睡着 我摸了摸她的头发 轻声道 有些人的坏完全是没有理由的 夏安被抓了起来 具体会如何处理我还不知道 不过那份视频又被我放了出去 很快被人传开 夏安火了 网上不停有人人肉扒皮 骂声一片 其实这些骂不骂的我并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视频传开 即便有一天她被放出来 本事也绝不会再有幼儿园聘用她 夏安事件告一段落后 女儿也很快恢复了过来 我给女儿换了幼儿园 她融入的也很快 还交了两个好朋友 不过我最近几天要出差 紫叶晚上又有手术要做 安安该怎么办 让我犯了难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将她带去出差时 紫叶却替我做了主 将安安送去了她妈那里 起初我还有些担心可出差的高铁上 紫叶给我发来视频 叶妈妈被安安哄得没开眼笑 正趴在地上扮演大老虎哄她玩 知道我不放心 紫叶发了很多照片视频 看样子 安安和紫叶妈妈相处得很不错 看完一堆视频 我忽然心有感慨 说不定 我这个未来婆婆要靠我女儿搞定了 一周后 我出差回来 买了很多礼物去了紫叶家 结果一进门安安窝在叶妈妈怀里 小嘴甜的不得了 漂亮奶奶 安安觉着小蛋挞是最好吃的东西 唉 好想让漂亮奶奶也尝尝啊 其实就是她想吃了 结果 一句话 哄得她妈妈没开眼笑 立马要穿上衣服去买 她们还没发现我们 我和紫叶连忙走上前篮下 这次见面 她妈妈似乎对我完全有所改观 非但没有了之前的情绪 反倒格外热情 姨父认定了我这个儿媳妇的架势 我把紫叶拽去一旁 什么情况 她挑挑眉 别问我 问你的宝贝女儿啊 我一转头 发现安安正搂着她妈妈的手撒娇呢 见我看过去 小家伙还不忘朝我眨眨眼 撒娇的同时还不忘替我说句好话 漂亮奶奶 我妈妈说你又年轻又漂亮 但她都不知道你厨艺多好 给她露一手 她妈妈被哄得哈哈大笑 随即挽起袖口 好 那奶奶就给你妈妈露一手 说着她吵我道 小竹 你和紫叶陪我孙女玩一会 晚上我做点拿手菜给你尝尝 好家伙 一周不见 她妈妈已经改口称我孙女了 托我女儿的福 她妈妈也一并接受了我这个未来而喜 我和紫叶虽说复合了 也见了家长 但还没谈结婚事呢 安安那边便已经改了口 每天跟在紫叶身后 一口一个爸爸叫得欢快 她妈妈自老半死后一直独居 再加上年纪到了 难免觉着落寞 安安嘴甜会哄人 她疼得不得了 两天见不到孩子就要 跑来我这里看一看 这不 今天周五 她妈一早便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晚上把安安送去 我笑着硬下 然而晚上去幼儿园接安安放学时 却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我骑着电动车 被一辆过往小轿车刮倒 不算严重 我只是腿上蹭破了些皮 却也因此耽搁的一回 感到幼儿园时 却被告知安安已经被接走了 接走了 我愣了下 谁接走的 老实说 对方拿着原理的接送证 说她是孩子的父亲 父亲 我心里一沉 连忙询问了一下 对方长相打扮 应该是山伟 她又想做什么 再拿安安威胁我一次吗 我站在幼儿园门口 没心思再这回追责 只想赶快把孩子找回来 忽然手机响起 我连忙掏出手机 是山伟 安安在哪儿 喝 对方低笑一声 别急 我女儿被我接走了 放心 以后我会好好养她 也就不劳你操心了 不行 我想都没想的拒绝 你不是说自己有儿子吗 我担心你们会对安安不好 在她成年前 我不会放心把她交给你们 时至今日 我还清楚记得那晚她在别墅 一脚将自己的亲生女儿 踹飞出去的样子 她冷笑道 给你 我山伟的女儿 凭什么给你 不过 这次说贵说 她倒是没再提一安安做交换 让我跟着她的龌龊话 几番僵持后 电话被挂断 我钻着手机 因为愤怒而身子微微颤抖着 手机再度响起 是子叶 我深吸一口气 接通 耳边却想起了子叶的声音 最近小心山伟 她可能会回来抢安安 我一正 你怎么知道 子叶还不知道 幼儿园这边发生了什么 她低声说道 我刚刚刷到本地新闻 她老婆前几天出了车祸 当场身亡 她小舅子是个暴脾气 之前便听自家姐姐说她外面养女人 几次在她孕期提立婚被拒 怀疑那场车祸是自家姐夫动的手脚 直接找去家里把她废了 废了 这小舅子还真是个狠人 怪不得山伟会忽然把安安抢回去 怀孕的老婆车祸身亡 她又失去了生育能力 安安自然就是她唯一的血脉了 这样一想 我倒是不急着去找了 起码安安现在是绝对安全的 而身份悬殊 我和子叶即便是过去了 也抢不走人 更何况她是安安的亲生父亲 即便是打官司 我们也绝对赢不了 我怀疑她老婆的死 可能真的与她有关 若这是真的 那一条命案被曝光 即便她在神通广大 也没办法在逍遥法外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 托关系找了两名私家侦探 我没什么信心 却也只能尽量试试 幸好 我赌对了 几天后 私家侦探那边给我发来消息 他们拿到了 她当初对出示车辆动手脚的证据 而且 她老婆外面也另有别的男人 按照时间推算 附中孩子可能还不是山伟的 怪不到 当初她提起她老婆附中的儿子时 还一脸得意 怎么会在她妻子生产前便制造意外 原来如此 案里说 私家侦探都能查到的证据 警方也一定可以 如今看来 当初她一定是暗中动用了关系 一切都只是走了个流程 便被判定为意外 而当初的新闻还没多少人看到 便被她花钱压了下去 子叶能刷到还只是个偶然 我花了大价钱 在私家侦探那边买了证据 为了避免意外 子叶直接交给了她警局的朋友 涉及人命案为避免打草惊蛇 警局直接派人下来将山伟带走审讯 一天一夜的审讯过后 她招供了 她对自己暗中对车子动了手脚 故意伪造出车子 刹车失灵的事情 供认不会 她落网后 我将安安接回了家 不得不说 在人生遭遇重大打击 发现安安就是她唯一血脉之后 山伟带她还真不错 我去接她时 三层高的别墅 到处都扔满了粉嫩嫩的小玩意 不过那又如何 鳄鱼的眼泪罢了 她早就知道了 安安是她亲生女儿 可当初踹向她的那一脚 也没有捡清丝毫力道 山伟判决那天晚上 哄睡安安后 我拉着子叶陪我喝了许多酒 我喝得酩酊大醉 抱着洛洛的照片 一个劲的哭 看见了吗 而人是有恶报的 她要被判刑了 她根本就不配当安安的爹 洛洛你个不负责任的蠢女人 倒是有一个特别棒的女儿 安安很好 你可以安心了 我叙叙叨叨说了好多 却始终没有人回应我 突然身后 却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妈妈 安安又醒了 她睡眼轻松的 在房门口看我 揉揉眼睛走过来 窝进了我怀里 看她迷迷糊糊又要睡去 我轻轻抚着她的头发 一旁的子叶也始终没有说话 忽然 怀里传来了她很轻的声音 妈妈 你也是世上最好的妈妈 是安安的声音 我愣了下 便看见小家伙爬起身来 这小人不大 情商却极高 特会端水 夸完我后 又从我手里拿走照片看了看 她就是妈妈吗 真好看 说着 她捧着照片亲了一口 这个也是世上最好的妈妈 缓缓放下照片 她还不忘探头去看子叶 你也是世上最好的爸爸 原本煽情沉重的氛围 瞬间被小家伙弄得格外问心 我将安安抱上床 重新哄她入睡 自己也窝在她身边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洛洛 那个傻女人抱着安安哭了好久 然后拉着我的手 像我们都年轻时那般 她说小竹 谢谢你 下辈子我们还做姐妹好不好 下辈子我来照顾你 让你可静坐 梦里 我生气的骂她又给我花饼 可是醒来枕头上却湿了一片 哈 看在女儿的面子上 下辈子还勉强和你做姐妹吧 那天 我带着鲜花去了洛洛坟前 初始还有雾 可当车开去墓园 清晨的雾气也已散尽 我走到墓碑前 俯身放下她最爱的向日葵花 雾散了 朝前走吧 我会照顾好她的 也会照顾好自己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